原标题 游牧民族行踪不定 为何或去并却总能精准定位 令匈奴文之胆寒 对于一个农耕文明来说 游牧民族的入侵 一直是内朝历代君主的心头之痛 抗击吧 这群滑不溜秋的战士侵略如火 攻马贤熟 他们劫略后就跑 根本追不上 就算是真能击败了他们 也难以扩大战果 但若是不管 又使得边境百姓饱受磨难 这群永不知足的蛮子 甚至可能侵入帝国腹地 严重威胁政权 这可咋办呢 无数的帝王想过无数的主意 然而却总是没办法解决 优秀的将领可以击败匈奴 但却难以觅得其行踪 不是无功而返 就是被其骚扰偷袭 运机好的倒是能找到匈奴 但却只能血洒大地 命丧皇权 高祖刘邦曾在远征匈奴中吃过大亏 因此后续皇帝也安分守己 一直采取和亲的政策 以稳定匈奴局势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可不服 他在位的54年中 便有45年在党 让 为了彻底解决外患 他派遣温清和霍去病两路人马 争讨匈奴 最终 霍去病将匈奴打得王庭远顿 使匈奴悲歌 使我骑连山 使我六处不凡息 使我燕之山 使我驾父无颜色 霍去病的战绩如此辉煌 自离不开他优秀的战术 及出色的谋略 但是 他每次都能精准打击敌军 才更让人感到神奇 要知道 在大漠中行军本就艰难 一旦刮起大风 更是沙石漫天 让人睁不开眼 很容易就迷失方向 若是再遇到天黑 则更雪上加霜 如卫星与匈奴缠鱼的主力军队 在大漠中交锋时 汉饶树之军队 就迷失在大漠中 其中就包括名将李广 和赵石漆所率军队 而即便克服重重困难 那他们又是怎么找到那匈奴的呢 展开全文说到这里 则必须要说说 霍去病军队的构成 霍去病深知大漠诡异 匈奴行踪不定 因此 他的部队中有很多匈奴本地人 他们忠心于获家军 并熟悉地 行天气 因此每当遇到封杀 日落 他们总有办法度过危机 而一旦解决了大漠危机后 匈奴则就再也难以逃出或去病的手掌心 因为游牧民族虽然行踪不定 但却都有着自己的地盘划分 在当时 匈奴并不是一个部族的称呼 而是左、右匈奴及其他各部的统称 除雪坚之山、王亭等地 是他们的固定聚居地外 他们每部基本都是按区域划分 抱水而居 这样一来 在拥有了匈奴的大致生活方向 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匈奴人 而一旦找到后 由于匈奴无成可守 因此 根本无法抵御或去病这种绝世猛将 而匈奴骑兵虽然机动性强 每个人都擅长骑射 但是不足不乏老弱妇孺 射都成为了他们的致命伤 而这 更是成为了 奠定霍家军一举取胜的关键因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